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用大虾给大家分享一道既养生又保健又营养好喝的一道非常不错的食料方 汤鲜味美,营养丰富,做法也比较简单的 我们跟着视频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准备大虾,一道用新鲜的大虾 营养更丰富,口感也比较鲜的 每100克虾中含有蛋白质18.6克 含有铁,铭,维生素B,维生素D,肝氨酸等 虾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大 月占20%是鱼肉,蛋乃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的 营养特别的均衡,肉质比较软,容易消化 大虾中虾肉,虾皮含有丰富的钙质 且容易被吸收,能够帮助预防骨质松松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们食用的 吃虾能够降低胆固醇 大虾中含有比较丰富的铭,牛黄酸 这两种元素能够调节心脏活动 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保护心血管 预防贫血 大虾中铁含量较为丰富 对确碟性的贫血有预防的作用大 特别是对于镇静安神提神 效果比较好 虾中含有人力必要的三种重要的脂肪酸 能够帮助人体保持精神的集中 而且虾有镇静作用 对缓解情绪有很好的效果 虾中的蛋白质含量,钙含量比较丰富 日常生活中想要补钙的,补铁的 预防骨肉中的流失 可以多吃大虾,既营养 又能够很好的吸收虾的肉质 加到营养成分的 我们来处理大虾 先把虾须,虾馅 还有虾的这个尖的位置全部去除 这样无论是我们处理大虾 还是直接吃都比较安全的 我们像这样 抵住虾头 然后轻轻的一推 把虾里面的虾馅,虾包 全部去除 轻的一拽就可以了 大虾处理干净之后 我放到冰箱里面 冻了20分钟 这样比较好去皮大 我们来看一下 先包上前面的一小点 然后再转一转 虾肉直接取出来了 快捷又方便呢 很完整 大虾全部包好了 加入葱段 姜片 去味增鲜 来点料酒 抓拌抓拌 抓拌至葱姜汁水 能够更好的去味增鲜的 我们准备一小块的豆腐 豆腐可以补钙的 含钙量比较高 吸收特别的快 可以说是补钙的佳品 豆腐主要原料是大豆 其钙含量比较高 能够特别好的补钙 是补钙的优质来源 可以补充钙质 强装骨骼的 豆腐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 可以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 促进身体的健康 豆腐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大豆一黄筒 可能对人体某些刺激性 有调节的作用 豆腐中的大豆卵磷脂含量比较多的 特别的异于血管 神经以及大脑的发育 可以提高免疫能力的 如果平时想要补钙的 缺盖的都可以使用一些豆制品 含钙量特别的丰富 而且容易被人体消化还有吸收的 加入温水 浸泡一会儿 去除豆腥味 泡好之后再来把豆腐洗干净就可以了 再把豆腐改刀 切成小丁 准备裙搭菜 加入温水浸泡一会儿 用手抓拌抓拌 泡发的比较快的 裙搭菜里面的维生素可能比较多一些 含有维生素B组 维生素C 以及维生素A 里面的蛋白质含体量比较高大 它的钙含量比较丰富 钙元素是牛奶的10倍左右 7元素是牛肉的3倍左右 它有利于儿童的生长 有利于智力发育 群材胎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高 它被称之为海中蔬菜的称号 里面含有多种维生素 主要包括维生素A 维生素B 以及维生素C 其中含钙量比较丰富的 蛋白质也比较丰富 鲜材胎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鲜材胎里面的微量元素 要比平时的一些食物高出很多的 特别深受人们的喜爱 既能够补铁又能够补鲜 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不疑惑的功夫已经泡好了 再抓拌抓拌 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取得它也属于海鲜产品了 在吃之前一定要好好地洗一洗 去除一些鲜味的 锅热加入油 油热加入鸡蛋 不要动 把鸡蛋煎着定型 鸡蛋煎好了 加入水 水煮开之后 再把豆腐炸进来 加入海参 腌好的虾也炸进来 搅拌搅拌 焖煮一会儿 煮好之后 加入群带菜 再加入几颗红枣 再焖煮一会儿 加入一勺盐 生抽 香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事情不容易 请您发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原因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馅儿豆腐汤做好了 味道真的是太鲜了 非常的好喝 不管好喝 就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大虾富含钙 海参一样的 钙含量比较丰富 而豆腐属于豆制品 海干料也比较多的 芹大菜 红枣 都具有很高的补钙 补铁 补充维红素的作用 这道汤又美味又好喝 春天是补钙的好时机 想要补钙 避防果肉中的流失 增强盖质 这道汤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 做法简单 但是既有营养又美味的一道汤 味道具体的鲜美 很好喝的 鲜鲜的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